日前集集政公所与前山狮子会 在集集武昌宫举办 环保近山爱地球践行活动 践行路线由武昌宫步行之镇国寺 再由原路返回 全程路程约9.6公里 而践行沿路路途中 还包括垃圾减食 及落叶打扫 以及杂草清除等近山活动的进行 而这次参与环保近山的民众非常踊跃 将近有600名的民众响应这次的活动 活动结束后不但有午餐可以享用 还有丰富的奖品来摸彩 相关单位表示 借由近山践行活动 让民众亲近大自然 并培养环保意识 也将环境整对于美化 这次是由前山狮子会和集集政公所 合办的这一次 2017年环保近山爱地球践行活动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借这次的活动 呼吁大家要随时做环保 重视生态保育 人人做环保兼兵 让我们的地球更美好 环境更清洁 身体更健康 我们希望就全民动起来 来一起来完成这项任务 参与的民众说 为了不想错过时间 早上六点半就来到现场 等待活动开始 而践行的路途上 不但可以边走边聊天 还可以遇到久违的朋友 觉得很开心 很高兴回到极极来建总 我六点半就到现场等了 他说他们要集合 但是我怕睡太晚 所以提早来六点半就来这边等了 爬山的路线 旺旺旺旺旺 但是也很好玩 人又很多 边走也可以讲话 又遇到很久很久的朋友 在这边可以遇到这样 真的很高兴 有的民众还从外地远道而来 并吸加带卷来响应这次的活动 不但健身又可以做公益 大家都觉得活动很有意义 我们是从台中后里来 然后我们是四代同堂 一起来建总 然后走 感觉刚开始的时候蛮辛苦的 后来还觉得还蛮好的 可以来这边建总 也可以来这边捡垃圾 感觉还不错 我这样子来回 大概走了三个多小时吧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做环保 然后可以减食垃圾 然后又可以运动健身 这个还不错 让我们知道说 既然要爱地球 那我们就不要乱丢垃圾 让我们对一个环保的意识 可以更加的抬头 在环保意识抬头的现在 大家都应该来共同守护地球 爱地球 并维持良好的环境品质 培养功德心 期盼藉由各相关单位的 努力与宣导 让大南投的好山好水永续长存 民意新闻洪信平 集集采访报道